大家應該都知道 現在的塔打人超級痛 所以塔殺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竟然塔這麼痛 為什麼有一隻為了塔殺而生的角色 沒有崛起呢? 他就是艾瑞 走到塔下隨便綁一隻 都能輕鬆塔殺 簡單又無腦的角色 為什麼沒有人玩呢? 難道是因為要犧牲奉獻嗎? 今天我就教你們一招玩法 獻祭流 奉獻自己的生命 來換取對手的性命 哈囉,大家好,我是游哥 I'm Yuga 今天就是要玩艾瑞獻祭流 因為我是輔助位 我只要隨便殺對面的射手、法師、打野 隨便一隻都好 只要不是殺對面的輔助 我都是賺 有些觀眾可能不懂 一換一到底哪邊賺 我是輔助位 我死掉了,根本沒差 因為像我們的射手、打野、法師 甚至凱撒路 還是可以繼續的賺錢 可是對面的射手死掉 他在死亡期間是沒辦法賺錢的 你懂這個意思嗎? 所以我一換一是超級賺的行為 那我現在就是趕快來到四等 讓我有大招 那我這場會出護盾的輔助裝 假設對面的控制技能比較多 你就要出清新 那這場對面控制技能 我覺得比較少 我就會出護盾 接著我會上炎盾 那有輔助裝的技能 要怎麼開炎盾呢 這個之前影片有教過了 我就不再贅述一次啦 這邊看到埃羅P一個 喔有點痛喔 但是我綁你更痛 反正我拿我的生命 就隨便換掉對面一隻打野 而且我綁完我竟然沒死掉 超級賺的啊 那至於對面剩下牛魔王跟特爾 老實講 他們只要死掉一隻重要的打野核心英雄 他們整個團戰就爆炸了 感覺可以推個塔 然後可能回補之後 看到我們就害啊 嗯? 他想要去反對面的小野怪 而且還看到了牛魔王 記住喔 你的大招不要拿去綁對面的輔助 這樣是不賺的 你的大招要拿來綁對面的核心英雄 像對面的特爾啊 圖倫或者是埃羅 那埃羅這邊過來喔 我們肯定是綁他的啊 綁他再給隊友打 有沒有 超級爽 只要埃羅一死 他們整個就那個核心英雄不見了嘛 他們團戰就會爆炸 那像這一波 我們來入紅buff 再來就是入紅buff啦 我本來要綁 結果埃羅一個跳大 大招跳在我身上 我本來要綁他的啦 但是那埃羅用一技能跑咒 我不小心綁到特爾安娜絲 那個埃羅就直接把我們的射手 亥雅跟打野齊爾 通通雙殺掉了 剩下我跟雕塵在裡面 哇 死掉了 所以我才說嘛 有沒有綁埃羅 真的很重要呢 遊戲的前五六分鐘 我不建議你直接去塔下綁人 因為你的血量裝備還沒起來 你艾瑞的血量是很低的 你去塔下綁人的話 那個效益不大 你要等你的那個血量裝備起來之後 你再去塔下綁人會比較好 那大家可能都有玩過艾瑞 但是艾瑞最忌諱的就是 綁完人結果對手沒死 反而使艾瑞自己死掉了 所以血量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艾瑞一定能綁死人的秘訣就是 先在塔下 先故意扛個兩三下的防禦塔 然後你再去綁那一個人 這樣子對手一定會死掉 因為塔的傷害是不斷在疊加的 就是第一下的傷害可能是500 第二下的傷害可能就會變1000 第三下會變1500 這樣子不斷在堆疊的 所以你先故意去扛個兩三下的防禦塔 等到塔打你很痛的時候 你再去綁那個人 那這個方法呢 這個技巧就是你的血量一定要夠多 你的血不夠多就會變成 你綁下去 哇!你自己先死了 結果對手沒有死 因為你的血量不夠扛那個塔的傷害 然後弗洛倫跟我說他有點打不死小青 要我幫他一下 那我說好啊來啊 直接塔殺他 沒什麼大的問題啊 那這邊兵線進塔 我一樣故意先扛個塔 扛個兩三下再去綁小青 你看喔 弗洛倫超殘血還能反殺小青 這個玩法就是先記得吧 我拿輔助的秘去換對手 什麼凱撒路射手打野的性命 超級賺喔 那當然很多人不喜歡玩艾瑞啦 因為會一直死嘛 而且很沒有遊戲體驗 要一直等那個遊戲時間復活 但你一定要這樣想喔 你綁的那個人 他才沒有遊戲體驗 我綁他綁圖倫 結果不要跑了 那只好綁一隻特爾安娜絲啊 綁完你看我沒死 岩盾開起來 我又可以再扛一段時間 所以我說啊 你不要覺得你一直死了 沒有遊戲體驗 你綁的那個人 像特爾跟圖倫 他們才沒有遊戲體驗 看到你喔 跟鬼一樣你知道嗎 那現在我想說蹲一下 應該會有人來守上路的那條兵線 結果呢 我一直等 一直等 一直等 等沒人耶 有一個特爾 特爾走過來 但是呢這個特爾 直接擠走開著跑啊 我綁不到 那我們先用普攻 把這個九滴血的塔打爆 不然塔有點太痛了喔 本來攤個砲車 要走了 結果艾羅來了 他一跳大我馬上直接綁他 他直接下車 艾亞轉了一個大 我本來很殘喔 嚴重開起來 我就可以輕鬆跑掉 就不會被圖倫的大打死喔 可是我們家艾亞 我實在保不住他了 因為對面的資源輸出太快了啦 那回補之後 我們繼續往下靠 啊對了 我忘記跟你們說 艾瑞的物防裝備不要出太多 因為你物防越高 塔打你的傷害是越低的 所以物防我不喜歡出太多 像我這場的話 我覺得圖倫很痛 我會出雙魔防裝備 像如果貂場 我保不住他喔 那至於我們的射手 你也不用特地去保他 因為他是艾亞 他是自由位啦 那這邊我賭說一定會有人過來 所以我就摳了艾亞過來 來直接綁圖倫 你看圖倫 超沒遊戲體驗的阿 艾亞還沒來 圖倫就先被我打到殘血了 欸這個獻祭有 不得了阿 而且這個我居然沒死 剩下一次牛魔王 你還想跑 那個牛魔王呢 他一直在逃命 因為他知道他就算暗普攻 也打不死亥牙跟我 欸這個小青 這個小青 直接被那個亥牙丟丟丟丟丟丟死耶 呵呵 這一波對面打了四個人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打野 哇他直接單殺對面的埃羅耶 六喔 這個藍我想吃 結果亥牙不給我吃阿 他自己腳底下明明就有藍 真的艾瑞超好藍的 尤其前期阿 後期比較不明顯 但前期太明顯了 用幾次一技能 喔那個魔量直接乾掉 他們圖倫剛復活想說塔殺他一下吧 但是這邊呢 欸我太早綁圖倫了 我應該要多扛幾下圖寶的傷害喔 圖倫沒死那就是我死喔 而且阿我一直在那邊原力的 輔助裝換來換去 我一直忘記擺裝備 你看我身上有1600多塊喔 那有可能艾瑞這隻英雄比較沒有人玩 很多人不懂他的技能 因為每次我玩艾瑞 都一定會有觀眾在底下留言說 你明明你的那個獸靈已經有三顆了 你幹嘛還一直浪費魔量去點一技能 我這邊做同意的回覆啦 獸靈在滿三顆之後 你再點一技能 你是會對範圍造成額外的魔法傷害的 所以就算滿了三顆 你一技能最好還是一直點 那個範圍呢 是不大啦 大概是獸靈那個小範圍 真的很小喔 這邊對面只剩下兩個人 一個叫特 一個叫圖倫 而且他們三路全爆 就是隨便綁一個人就對了 這個圖倫挑逼還想電我喔 這邊呢我就學聰明啊 先扛個兩三下主堡的傷害 再去綁圖倫 你看很痛 炎盾開起來 我又可以扛超久的時間 這個就是獻技流的玩法 嘿嘿嘿 那我這一場呢 一直綁人一直死 死了這麼多次 最後我居然拿到這一隊的第二名喔 還能拿到第二名喔 而且我本身因為我綁人是塔下綁的 我自己的傷害也不低 我的扛傷也可以到超級高 這個玩法我是覺得還蠻好玩的啦 你看我的傷害 比貂殘害要高喔 只怕你們不敢出去犧牲而已吧 但也不要忘記幫影片點一個大的喜歡 我是又哥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